新北市長侯友宜獲得國民黨徵召參選2024總統之後 那麼首度南下展開情意拜訪之旅 而在今天上午抵達屏東縣議員黃明賢服務處的時候 這外頭傳出了碰撞聲響 也讓侯友宜立刻跑到外頭關心 那麼先帶你來看騷擾的最新畫面 人有什麼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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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怕到啦 我這個啦 我這個啦 阿彌陀佛 你不怕到嗎 我要跟他打人 人家打人 人家打人 你不怕到嗎 我跟他打人 你不怕到嗎 有啦 我怕什麼 阿彎落地上嗎 我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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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我們要你買就好 這樣就好 沒大事就好 我們要讓他打人家一隻 一隻雞雞 可以看到侯友宜向乘客关心有无受伤跟惊吓 那么因为当时候这辆黑色轿车从路边驶向主线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一辆这银色轿车就撞了上去 也由于这撞击力道之大 让他连忙出来查看 所幸乘客并没有大碍 也结束这一段意外插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